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你到伊朗 来看看这个传统保守 教规严敏的国家 竟然有非常严重的毒品问题 要如何解决 引起联合国和欧美国家 高度的关注 而隐心安杰蒂娜·球莉 除了演戏拍片之外 还常常担任联合国亲战大使 到处散播爱心 现在他正在推广 防治性暴力的活动 英国外交部长 也一起共襄盛举 待会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 而法国巴黎市场选举已经落幕 今年是女性的天下 两位女性候选人相互角逐 最后是由社会党的候选人 希达哥胜朱 他将如何治理巴黎 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最后我们还要为您介绍 加拿大温哥华市内的水上住宅 相当特别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伊朗的毒品问题 伊朗是以前波斯帝国的所在地 是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 这个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所以所有的政治运作 社会规范和人民生活 都是以伊斯兰律法为一规 因此一般人常常用宗教治国 以教干政 极端保守等等字眼 来形容伊朗社会 在这种极端保守的社会中 人民的行为举止都受到严格的规定 特别是对于犯罪行为处罚更是严格 例如制造贩卖或运送毒品的罪犯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尽管行责这么重 伊朗境内仍然有400万人吸毒成瘾 这大概是伊朗总人口7600万的5%左右 比例相当高 使得伊朗成为世界上毒品成瘾比例最高的国家 而为什么伊朗人这么喜欢吸毒呢 原因有三个 第一伊朗和大毒孤阿富汗比零 两国的边境长达1000多公里 管制相当不容易 使得阿富汗的鸦片源源不绝的进入伊朗 让伊朗成为毒品泛滥的国家 第二伊朗长期遭到欧美国家的经济封锁 造成国内经济萎靡不振 年轻失业率高达30% 这些失业的男性以毒品自我麻醉 渐渐染毒成瘾 第三伊朗允信 听信美容传言美容宣传 大量服用含有冰毒成分的减肥药 最后成为变相的毒品中毒 伊朗政府对于这些严重的毒品问题 也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 伊朗是欧亚大陆的运毒枢纽 有将近九成的欧洲毒品 都是从伊朗转运而来 因此欧洲国家表示 愿意提供先进的夜市 全球定位系统给伊朗 让伊朗能够有效打击毒品走势 但是这项高科技产品的交易 却引起美国的不安 大白天躲在废墟里 年轻人无所事事 眼神涣散 他们是伊朗失落的一代 国家受欧美制裁 经济常言低迷 找不到工作的青年 整天只能借助毒品的刺激 聊以忘却痛苦 伊朗是世界上少数几个 以宗教领导政治的国家 他们福音可兰金教导 严格限制饮酒 不料没有名闻禁止的香烟毒品 反倒成为替代品 侵蚀民众身心 据估计伊朗全国7600万人里 有将近400万人 沉溺于各种鸦片衍生物 麻醉药以及镇静剂 毒品成瘾问题 全球最严重 绝大部分成瘾者 吸食海洛因 其中一种叫快克的衍生物 价格便宜容易上瘾 很快就在大城市贫民窟 传播开来 事实上只要有鸦片原料 伊朗的人们 甚至能在自家流理台 制作冰金状的毒品 拿来当水烟 联合国指出 历年来伊朗茶扣道的鸦片 相当于全球茶器总量的八成以上 因为伊朗与临近的音速化产地 阿富汗及巴基斯坦 陆地边界将近2000公里 战线拉太长 伊朗被多利分 即便军警有心茶器 却无法完全阻止鸦片走私 尤其在于阿富汗的边境区域 这里常年战乱 黑道容易吸收帮众 加上武器泛滥 毒销只要肯砸钱 就能短时间内 编组一支装备枪炮的运毒车队 阿富汗不少军阀 就靠重鸦片起家 火力之强大 伊朗往往得出动军队 才有办法压制 从西亚 延伸到阿富汗的金星岳地区 造一取代 太免金三角 以及拉美银三角 成为全球最恶名 招张的毒品生产地 阿富汗的因素 不单单毒害金星岳各国 还会向西消往富裕欧洲国家 所以伊朗政府扫毒的力度 直接攸关世人的身心健康 欧洲黑市里有九成毒品 经由伊朗仲介转运 所以欧洲各国 尽管不认同伊朗的外交立场 却很乐于帮伊朗打击毒品走私 毒销车队习惯摸黑闯关 伊朗军警使用的夜视镜 全球定位系统等科技装备 多半从欧洲国家购买 尽管实行严格的连接 尽管施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 但伊朗大环境民生刻苦 使得贩毒吸毒犯罪卖淫等民间腐败现象与是剧增 当局还担心吸毒者极有可能共用针头 让艾滋病蔓延开来演变成国家大灾难 伊朗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宗教国家 竟然有这么严重的毒品问题 让人感到讶异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好莱坞女星 安杰丽娜·球莉的反性际行动 球莉是美国著名的演员 也是世界上知名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她常常在拍片之余热讯参与慈善事业 联络国还曾经授予求莉 儿童亲善大使 难民亲善大使 和人道主义奖等等荣弦 不过正使受到这么多的肯定之后 球莉还是继续在为弱势团体发声 最近她和英国外交部长赫格 在萨拉约佛联手推展 终止战争性暴力的活动 同时球莉也正在导演一部新的电影 聘名叫做爱在血泪交织史 这是一部探讨冲突地区性暴力犯罪犯难问题的电影 以发生在1992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为背景 希望借此唤醒世人 尊重女性防止性侵害的发生 一身黑衣黑裤 以联合国亲身大使的身份 抵达波士尼亚的美国演员 安杰丽娜·球莉 眼泪没有停过 在探访将近十年以前 波士尼亚战争中遭到种族灭绝的 斯瑞·布里尼卡尼烂者经验目的时 球莉特别围上了 伊斯兰教妇女传统的投杀 表示哀悼 塞尔维亚军队在1995年7月11号 拿下斯瑞·布里尼卡 塞尔维亚军队杀害八千名男性伊斯兰教徒 连小男孩都没有放过 六千名遭到大屠杀的人 遗骨在集体坟场被找到 如今被集中安放在镇上的纪念墓园 塞尔维亚人、汉穆斯林 以及克罗埃西亚人之间的种族仇恨 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欧洲最大规模 名为斯瑞·布里尼卡的大屠杀 英国外相赫格和安杰丽娜求利 这次连妹探访被安顿在中途之家 遭受性侵的妇女 其中包括了曾经在波士尼亚战争中遭到性侵的妇女 这个构想据说是来自于2011年 安杰丽娜求利演而优则倒首度指导的作品 爱在血泪交织时 讲的就是1990年代发生在波士尼亚战争中 一名波士尼亚的伊斯兰教妇女和不同种族塞尔维亚军人之间的故事 影片探讨了妇女在波士尼亚战争中所遭遇的性侵暴行 你应该被杀了 在波士尼亚战争当中超过2万名妇女遭到性侵 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徒 截至目前为止只有33人遭到当地法院判刑 另外有30人在联合国海牙战犯法庭判处有罪 面对过去的伤痕 如今波士尼亚已经继取教训 联合国特使安杰丽娜求利圣赞 波士尼亚在军事训练当中加入了防治性侵的项目 为21世纪军事训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全新改变 你能够射词随时侵攻击任何其他国家的绘区 为人说要为一个人可以带来 为人教训好似的attitude 致随于你 和你的國家的標準 我希望你會以我為了這次的 像我所做的 是在我們的力量 以防禦的使用作戰鬥 和改變了百萬人的生命 英國外相赫格和安傑蒂娜求力 未來即將在2014年6月 再度合體現身倫敦 呼籲各界避免將性侵當作是 戰爭的手段 並且終結戰爭中對於婦女的性侵暴力 性侵問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大家應該要高度重視才是 好 接著我們來談談 法國巴黎市場選舉 法國地方選舉 在3月30號進行第二輪投票 根據法國的選舉法 在首輪投票中 如果沒有任何候選人 獲得過半數的票數 就要再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 進行第二輪投票 經過第二輪投票之後 巴黎市誕生了史上 第一位女市長 習達哥 她是社會黨黨員 今年54歲 也是西班牙移民的後代 兩歲左右就隨著父母到里昂來發展 最後靠著自己的努力 打進巴黎市 成為成功的女性 並且擔任 連續擔任13年副市長 當選之後 習達哥承諾 要在不徵稅的情況下推動85億歐元投資案 每年增建1萬間房屋 包括6500間國宅 除此之外 她還要積極推廣 免費電動腳踏車 並且延長地鐵的營運時間 來改善巴黎市的公共交通運輸 投票所冷冷清清 法國地方首長選舉 通常被視為對執政者的期中考察 選舉氛圍多少也讓人看出法國執政團體 正呈現在低迷當中 不過首都巴黎的雙輸之爭 進入第二輪選舉的執政黨候選人 習達哥以54.5%的得票率 擊敗最大的在野黨候選人 科西亞斯科莫里塞 我就是巴黎的第一女女女女 巴黎的第一女女女 我認識到這裏表現 希达哥与法国总统欧兰德 同属左派的社会党 在巴黎担任副市长有13年之久 不管欧兰德现在支持率 是否已经低过20% 巴黎民众对于左派政党 还是情有独钟 不只因为欧兰德 付人税的打房政策风生 控制住了房屋与租金价格 还有希达哥和前市长 推动的脚踏车与电动车 公用系统也受到青睐 但在失业率高达10%的时候 民众更在乎政府的经济措施 没有搭上欧洲经济复苏的顺风车 已经伤害民众对社会党的信任 这票是一场业务和一场业务 是一场业务而一场业务 这场业务的选择 是一场业务 是一场业务的 被媒体形容是蓝色浪潮的选举结果 36700个地方市政选出首长与议员 执政党所属的左派联盟 丢失了150多个中型以上的城市 总理承认选举势力是对执政党的不满 法国属于多党制 大致分成左派联盟与右派联盟 右派最大党为人民运动联盟 在二战后由戴高乐开启建立第五共和国 左派最大党社会党 早期是最大在野党 之后与人民运动联盟势均力敌 但是这次选举最值得注意的 则是极右派的国民阵线 从零到十一席的胜利 这个1972年成立的政党 以民族主义 反移民 反欧盟的 极右派思想立足 曾经风光一时 在地方治理上 走反社会福利的自由经济 但在2005年党内分裂 政治明星出走后 就再也没有抢到地方首长的席次 现在国民阵线强势逆升开红盘 有人说这是对党魁马林雷鹏的信任提升 马林雷鹏是国民阵线创始人 上马里雷鹏的女儿 除了主张大幅降低税率 同时也降低福利政策支出之外 还要求树立严格法规 防渡非欧洲移民进入法国 有些地方你不可以去 夏天有些沿途 我们不可以经常去 为什么 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国民阵线的经济政策 除了反欧元以外 保护主义更是与自由经济的精神 背道而驰 如今国民阵线再起 是因为对两个主要的左右政党 极度失望 当僵局无法破解的时候 极端主义路线就会被期待 是否能够下猛要做出改变 这个带有新法西斯色彩的政党 扬言目标是抢攻五月的欧洲议会选举 但弥漫着反闷社会怒气 恐怕才是总统欧兰德真正的挑战 要管理好巴黎市的经济交通和空气问题 实在是一大挑战 即将上任的新市长 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们来谈谈加拿大的水上住宅 谈起水上住宅 就会让你想起越南水上人家 和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水上人家 但是今天我们要带你到加拿大 来看看温哥华市内的水上住宅 房屋盖在土地上是理所当然 但是您看过盖在水上的房屋吗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 当地民众非常喜欢港口的景致 和宁静的环境 建商就在摩天大楼的对岸 新建了300多间水上住宅 只要搭乘当地的大众交通工具 海上巴士 在短短的12分行程内 就可以到达热闹的市中心 这一片水上住宅 就好像是一座大都市中的秘密花园 不只加拿大人喜欢 就连美国民众也爱不释手 想着要当水上人家 相当特别 数十栋摩天大楼 矗立在港边的另一岸 而靠近镜头 这一排排 正是温哥华 格兰佛岛上流行的水上住宅 格兰佛岛是温哥华的文化中心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电影制片 史蒂文生 也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 1990年决定举家迁移 五年后他买下其中一间水上住宅 史蒂文生说 这里像是一座隐身大都市的秘密花园 18年过去了 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搬到这里 走进房内 100平方公尺 约30平大小 三房 两套卫浴 客厅和厨房相连 空间足够一家三口生活无余 有时还可以邀请朋友过夜 别说水上住宅对当地人来说很新鲜 14岁来自德国的交换学生 也感觉很新鲜 这对我感觉很惊讶 因为它在风险下来 它就像10米高 所以我会看到 你不觉得它因为它很慢 博恩特说真的要住在这里 才知道有多舒适 格兰佛岛上目前有12栋水上住宅 新建于1979年 全都属于政府所有 居民只有使用权 在温哥华北部的文子溪 则是有一批20间豪华水上住宅刚刚落成 游艇和轮船进进出出 还能时不时看见鱼群和海踏 到处都充满生机 住宅的屋顶还提供绝佳视野 帕瓦夫妇就是看上这一个个优点 三年前卖掉附近社区 一间84平的滨海房屋 搬进这间水上住宅 温泽西的第一栋水上住宅 2010年才落成 预估再过四年 这里会有44间住宅 小至32平 大则48平的大小 价格从1400万台币到2000万不等 居民也是只有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属于当地原住民团体所有 温哥华是水上住宅的大本营 不过受限于港口面积 200万人的都市里 也只有300多间水上住宅 住在这儿 只要搭乘当地的大众交通工具 海上巴士 短短12分钟的时间 就能抵达热闹的商业中心 同时又能享受不可多得的静谜 是这片水上住宅的最大优势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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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